中午12点 埃克森、阿郎、洛国父三名规划的外援 随着他们接下来将要离开国主之后 但是这并非是一件坏事来的 另外国主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包括了韦斯豪以及其他的核心主力 愿意降低薪资留在队伍 那么接下来国主只需要在外援进一步的规划 其他的核心主力之后 其实还有很大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继续冲击比赛的胜利 那么国主到底还有多大的希望呢 提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查一下点赞按钮 感谢大家 我们共同分析到 国主在世界杯的比赛 可以说现在的成绩 可以说用三个字来形容 很尴尬 那么阿兴在本期视频跟大家分析到 其中包括了埃克森、阿郎、洛国父 三名规划的外援要说最负责任的 目前来看拼搏精神也最高的 那就是洛国父 洛国父他在球场上 刚刚结束的世界杯预选赛 那么其中打亡了第一轮 还有第二轮战平的澳大利亚 另外还有对战其他的战队 基本上打成了平手 那么现在来看洛国父 展现出来的这种拼搏精神 在球场上的这种 用身体去阻挡住对方的床球 还有在球场上拼到了抽筋 那洛国父真的是很到位的 只不过洛国父现在年龄 也到了32岁以上了 埃克森、阿郎年龄也同样是超过了32岁 这种情况下其实无论他们再想怎么拼也好 再想怎么去为咱们国主努力也好 时间已经过去了 那么其中对于埃克森、阿郎、洛国父 现在也纷纷没有出现在广州队的名单 广州队的一线主力名单 没有这三名选手的名字 这就意味着 三名规划的外源 接下来要离开广州队了 而接下来他们对于国主这个规划的名额 也基本上要解约了 随着三名规划的外源都解约 都选择离开了之后 咱们国主还怎么去打 原本我们还具有三名核心的规划的外源 搭档上张玉宁还有吴磊 这五名核心的前锋 另外后卫线的蒋光泰 他现在还年轻 还继续留在咱们国主继续打比赛 他大概率会留下来 不会选择离开 但是三名前锋如果一旦离开 如果不进行补强的话 不进行换人的话 咱们国主有依说依 那真的很难打 而且现在的主教练李铁也换成了李肖鹏 李肖鹏他在以往是带领过咱们国主 打进过世界杯的 当年世界杯很多人 现在包括了李铁李肖鹏 其实都是当年内届的运动员 现在来当任主教练 李肖鹏是具备一定能力 我个人也是比较看好的 所以说接下来 埃克森阿朗洛国父选择了离开 很多人就看不到很大的希望了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 咱们国主就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包括了非常熟悉的韦四豪 韦四豪以及杨立宇等四名选手 他们愿意降低薪资留在广州队 而且韦四豪他接下来 凭借他的这种冲劲 他在球场上的这种拼搏精神 球技 韦四豪是有很大的概率 可以被李肖鹏选入到咱们国家队 去打前锋的 所以说国足接下来的比赛 多了一名韦四豪 还有搭档上的吴磊 接下来在搭档上的非常强壮的张玉宁 三名本土的前锋 另外再规划两名外援 包括了特谢拉等人 其实潜力都是比较大的 再把两名规划年轻的外援 给引入进来搭档上 韦四豪 吴磊 张玉宁 咱们国足接下来的比赛 还是有很大的期待 还是可以值得一拼的 毕竟对接下来的比赛 哪怕说李铁他带队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没有用好埃克森 阿朗 洛国富 但是接下来呢 其实咱们规划进来 更加年轻 更加能打的一些外援 那么搭档上现在的本土球员 韦四豪 张玉宁 吴磊等人 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对咱们国足的比赛呢 还需要时间去验证 但是呢 我们不能放弃信心 希望呢 李肖鹏带领国足可以重新崛起 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国足 我们一起呢 也为国足加油 那么大家对接下来韦四豪等人 愿意呢 降低薪资 加入到国足 你是否刚好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长按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我们下见 期待迅速发 财类